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说到中国最重要的山脉 地质学家们常常会提起昆仑山 秦岭和浮游山 它们自西向东 一字延伸像一条巨大的苍龙在祖国版图的中间 绵延铺展了数千千里 就在这条山系的最东侧 有一片海拔并不算高 但却十分灵秀神秘的山巒 茶崖山 这座山在古代又被人们称作是八宝玲珑山 山中至今仍然流传着许多难解的谜题和传说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在那展开科学考察 茶崖山位于我国河南省中南部 南临驻马店北街洛河 距离郑州约二百千里 数百年前 这座山曾被称为八宝玲珑山 当地人一直笃信 在茶崖山的丛山密林间 藏有一种神奇的石头 筑容石 那种石头在白天与普通的石头没有太大差别 但每当暮色降临 便会发出太阳一般赤红色的光芒 得到它的人 便可以从中参破天地玄机 问顶江山社稷 千百年来 关于驻荣石的各种传闻 一直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有人认为 驻荣石与传说中的火神驻荣有关 驻荣因发明了基石取火 被后世尊为赤地 驻荣石就是它取火后遗留下的特殊石料 也有人猜测 驻荣石很可能是某种罕见的矿石 得到它能够提炼出大量的金银财物 从而富可敌国 那么传闻中的驻荣石到底是什么 那种神奇石头的传说 又为何偏偏只在茶崖山附近流传呢 为此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茶崖山 对离奇的驻荣石之谜展开调查 当我们问起关于驻荣石的线索时 老人说 由于年代久远 村中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石头确切的出产位置 但在早年间 却有很多人在茶崖山的洞穴中寻找宝贝 也许当记者进山后 才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 沿着村民指引的方向 设置组进入了茶崖山 深入大山之后 记者发现 山中绝崖耸至植被稀疏 行走在蒸容的怪石之间 每个人都不禁感叹 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攀爬 设置组组终于来到了 茶崖山的主峰 茶崖峰 在这里 其风威力的茶崖山尽收眼底 就在不远处 记者发现了一个黑蛆蛆的洞穴 这里会不会就是古人 来山中寻宝留下的遗迹呢 这块你看 还有一台筋 真的是也挺好上的 很好出入 这个里边还真的是挺大的 而且凿的都非常的圆 盐洞中 平滑的洞壁被精心打磨 洞口还有被归整修气过的痕迹 这似乎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岩洞 站在洞口放眼望去 来时的道路一览无余 那么考察队发现的这处岩洞 与传说中的柱绒石之间 会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般说来啊 这古人在山中开凿洞穴的目的 无外乎是囤兵 居住 或者是制造武器 例如宁夏红山堡 大家孤立的人工洞穴 就是一个明代著名的藏兵洞 那么摄制组发现的这个山洞 会不会正是古人挖掘 所谓柱绒石留下的坑洞呢 这奇异的柱绒石 会不会是一种 尚未被科学界明确认知的 新型矿物呢 茶崖山柱绒石的神秘传说 也引起了许多 从事地理地质学研究的 专家关注的目光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的 张天忆教授 也来到了茶崖山 对这里的群峰沟壑 展开了全面考察 张天忆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教授 对河南省的地质地貌 有着数十年的深入研究 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 张天忆告诉我们 茶崖山的山形地貌 确实与众不同 我们看看背后这样一个山 这叫山叫玲珑山 那么玲珑山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原缝 换了这么一条非常优美的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刚好形成一个大球 圆球 球形方法在茶崖山这个地区 表现得非常重要 也可以说非常典型 张教授推测 茶崖山在形成初期 一定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地质运动 从而造就了独特的山形地貌 而特殊的地质运动 往往孕育出大量的稀有矿产 传说中的注重石 或许就与此有关 于是考察队决定 使用动力散 先从空中观察茶崖山 别人吗 马上啊 这架滑翔伞将带着我们的机器熬翔天空 那么从空中俯瞰茶崖山 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 从空中俯瞰茶崖山 才能真正感受到茶崖山的奇特与神秘 令记者不仅感慨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飞行 记者带回了大量茶崖山山体的航拍影像 在仔细查看之后 张教授告诉我们 之所以茶崖山会出现这样的山体 是因为地质作用将岩石推动所致 在地质学上称之为推附断裂 张教授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为我们解释了推附断裂的原理 像一个推土机前面一个大贴产一样 推土的 推着 感觉到没有 把这个山上的岩石往上推 张天义教授告诉我们 在很多存在推附作用的地方 都发现了稀有的矿产资源 在湖北武当山附近的推附断裂带中 科学家就发现了金银等珍贵的金属矿物 如果茶崖山中真的有某种稀有矿藏的话 很有可能就在这种推附断裂区附近 于是张教授立即在附近山体上 采集了岩石样本进行分析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 专家仔细观察后 却告诉我们说 这一带很难形成稀有矿物的大型矿脉 刚才看到这个标本 它主要有甲肠石石鹰黑乳 主要有三种成分构成 所以它的名字应该叫 黑云母甲肠花钢岩 从现场取样的岩石标本来看 这里的岩石属于黑云母含量较高的甲肠花钢岩 这不禁让考察队怀疑 传说中所谓的柱绒石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它会不会只是一种基于人们想象的神话传说呢 张教授决定带领我们登上插牙山最高的山峰 希望能从这里看看是否存在大型的地质断裂带 站在插牙山的制高点上 东侧的麦田尽收盐理 专家告诉我们 这片麦田所在的地方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平原之一 在茶崖山的山脚下出现的也是所谓的黄淮海平原 它是由黄河 淮河 海河 卵河共同冲击而成的 这块平原土地肥沃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但是随行的向导却告诉我们考察队 说山脚下紧邻茶崖山的麦田它的产量并不高 这一信息引起了我们专家的关注 专家告诉我们 一般在山脉与平原的交界处 都会因山脉隆起时强烈的地质运动而产生大型的断裂带 在我国目前已经探明的大型矿卖当中 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地质断裂带之中 那么茶崖山脚下麦田产量不高的原因 会不会就是因为土壤当中含有的某种未知的矿物成分 它使得附近的土壤矿化 从而影响了粮食的产量呢 专家决定带领可靠队到麦田当中一探究竟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队员来到了山脚下的麦田中 从村民口中 我们得知了这里的土地产量不高的原因 都是说这个地点 都是说这个石头啊 给这个傻子啊 太别多 所以他都是不八字 村民告诉我们 他们家世代都在这片土地上劳作 他自己也已经在这里耕种了三十多个年头了 因为土地里含有大量的砂石 使得这一带粮食的产量一直不高 但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农田 麦子的产量有时能比这里高出一倍 这一信息给了专家新的启示 专家猜测 在两片相距不远的田地中 产量竟然能相差如此之多 这说明周边的岩性很有可能发生了变化 也许我们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 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考察队沿着村民所说的方向继续前进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一条山谷之中 记得发现 山谷的两侧已经不再像之前 茶崖山那样严实裸露 植被稀疏 而是变成了溪水清澈 五目参天 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山谷中继续行进 两旁的植被更加茂密 就在这时 张教授告诉我们 附近的岩性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顺着张教授手指的方向 记得看到 在不远处的山体上 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由此可见 考察队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处于两种岩石的交界地带 专家告诉我们 在这种花岗岩的外接触带地区 出现大型矿床的几率非常高 外接触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地质找矿的一个区域 我们花岗岩在运移的工中 可能会带出部分的成矿物质 在我们这样区域沉淀 形成非常丰富的矿床 张经义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花岗岩的外接触带 通常都具有相对理想的成矿条件 因此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片外接触带中展开考察 就很有可能发现柱绒石的深夜 沿着山谷向西继续前行 考察队来到了一片干枯的河床 各类石块毫无章法地散落其中 然而就在这些凌乱的石块中 张经义发现了一块 看似普通的青龟色石头 这种呢 是一种岩浆岩 岩浆岩 它在这个地质学的门叫灰石岩 灰石岩 灰石岩 它是一种地脉物质 上去形成了一种岩石 张教授告诉我们 由于灰石岩这种岩石 是地脉物质上侵的产物 所以在形成过程中 地脉中的很多金属矿物 很可能随之喷涌而出 逐渐冷凝后 就会形成矿石 所以灰石岩 已经成为了地质学上 寻找矿藏的标志之一 经过仔细的观察后 张教授发现 考察队找到的这块灰石岩 有许多被流水侵蚀的痕迹 这说明 它是被流水裹挟至此 考察队沿着河床 一路溯源而上 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后 一片犹如蓝宝石的湖泊 出现在了考察队的面前 在仔细地观察后 专家告诉我们 这片湖泊的周围 并没有天然形成的裂系 或者汇水河流 很可能不是天然形成 而是由人工挖掘所致 而根据周围的地貌景观推测 这片湖泊的前身 有可能是古人在此开挖矿石后 留下的矿坑 这一发现 对于此次科考工作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只要在这一区域内继续寻找 考察队就有可能发现 某种在古人看来 十分珍贵的矿物 于是张教授立即对附近的岩石 进行了取样分析 可没想到 此处山体岩石的硬度质量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下来了 正沉了 眼前这块岩石样本 通体乌黑 颗粒细腻 星星点点的金属光亮 遍布其上 张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发光的部分 就是其中的矿物晶体 光学反射面 而这种矿石 很可能也具有吸引磁石的磁性 我拿个诊断针 试试看它有没有磁性 来 来 来 当岩石样本靠近 指南针后 指针果然受到了吸引 张教授说 这说明 这块岩石样本中的铁元素含量 已经达到了铁矿的工业指标 磁铁矿的工业指标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说这个石头里边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磁铁矿 矿物就可以作为矿石了 根据咱们这个设计呢 应该是大于百分之二十 这就是矿石 整个这个山就是矿体 那么 在这些铁矿矿体中 有会不会存在着铁龙石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察队带着采集了样本 来到了河南省岩石矿物测试中心 希望通过这里科学遗迹的检测 对其岩性进行系统的分析 经过对考察队取回的矿石样本进行化验 结果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磁铁矿的含量可能有八十左右吧 还有黄铁矿 黄铜矿的含量 合起来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在这块矿石样本中 并没有谈见的矿产资源 但是它的含铁量 却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说明考察队发现的是 纯度极高的负磁铁矿矿体 那么考察队发现的这处铁矿矿体 与传说中的柱铸石之间 会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茶牙山脚下一位老乡的家中 即把秀气斑斑的骨剑吸引了考察队的目光 据老乡说 这是他祖父数十年前从茶牙山中偶然发现的 眼前这些骨剑虽然形态各异 但都是以铜为格 以铁助身 制作考究 面对这些已经腐蚀严重的骨剑 考察队很难确定其当年的锋锐程度 这时老乡告诉我们 就在茶牙山北侧的西平县 还有人一直沿袭着古时的铸剑工艺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这个铸剑托法 在熊熊的炉火中 记者看到了烧得火红的铁矿矿石 工艺们经过高温烧熔去其杂质 反复锤打铸造外形 碎火打磨提升品质 一把宝剑还得以助救 工匠告诉记者 经过这些工序 考验可以达到剧铁如泥的程度 查阅资料后 记者发现 在茶牙山地区的一个叫唐溪的地方 其铸剑工艺早在先秦时期就极富盛名 先秦典籍战国册中曾有记载 韩族之剑脊 接触于明山 唐溪 兼路段牛马 当敌脊斩 专家推测说 这种古籍中所谓的唐溪宝剑 很可能就是古人充分利用这一代优质的铁矿 创造出的杰作 在古人眼中 铁这种散发寒光的奇异金属 外表坚如玩石 却可以在高温的冶炼下 被塑造成形态各异的器物 可以说 冶铁技术的出现 开启了崭新的历史时代 由于古代冶炼技术的水平有限 拥有纯度极高的铁矿 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茶崖山地区发现的磁铁矿 含铁量高达80%以上 基本不用通过繁琐的卷矿手段 就可以入炉炼制 历史的沧海桑田 荡敌了茶崖山中的漫天硝烟 今天通过科学的考察 专家破解了所谓的 祝荣石真实的身份 它很可能就是决定 古代国家军事实力的铁矿资源 正是这些深埋在茶崖山之中的 优质铁矿 经过炉火的冶炼 成就了历代豪强的霸业群伏 当所有的战争一成过往 当所有的王朝归于沉寂 祝荣石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但是通过这次的科学考察 茶崖山附近铁矿资源的重要历史价值 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出来 传奇的祝荣石 成为了研究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地理 新的思路和起点 考察进行到这儿 这祝荣石的秘密终于被专家给解开了 也就是说 这个祝荣石 其实就是含铁量高达80%的优质磁铁矿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地理发现 并不仅仅出现在地质理论的研究中 在很多历史线索 甚至是神话传说里 有的时候也会隐藏着一些重要的地理信息 其实很多地理地质发现 都是源于某些对历史文化线索的猜测和求证 而这也正是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有机的联系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